继承部分,多重继承表示负类别不止一个,Java的语言不止一个,特别注意Java的语言不支援多重的继承,当然新加加语言支援,但是Java语言支援什么呢?界面的多重继承,所以特别注意哦,这个有时候考试很喜欢考这个,问你说,请问Java是否支援多重继承,答案是否,但是却支援什么? 界面的多重继承,这个地方特别注意,那多重继承呢,是只能够使一个类别能够继承多个副类别,多个副类别,比如说这两个副类别,可以由这一个类别去做继承动作,那来看一下,那多重继承呢,在interface里面怎么做? 第一个当然大家的名称,第一个就是界面的名称,interface,界面名称,extense后面的话呢,界面一界面二,然后呢,里面的常数跟方法一样要去做,但是不需要撰写程式,中间又逗点分开来,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例子,我们建立一个interface叫i-sharp, 它继承哪一个呢?继承i-ary跟i-show,那语法的话,类似像画面上看到,那里面的话呢,就是只有一个方法,方法是计算中长,然后呢,界面的i-sharp,是继承i-ary跟i-show,这边,那这边有个继承图,稍微看一下,OK,那我们来实作看一下,这个实作的图,这个部分的话呢, 我们这个部分实际上,好像没有放到,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层次,层次部分的话,那基本上,跟前一题也是类似的,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,差别只是说呢,我们一样要产生两个interface,那一个是i-ary,一个是i-show,一个i-ary,一个i-show,是稍微小一点, 稍微小一点,让它放大一下,那后面图里面看不到,在这边,外观里面的字形,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,第一个是那个interface,i-ary跟i-show,然后呢,再来就是说呢,这两个建立,那里面的话,i-ary跟前面一样, 有个pi跟一个i-ary,然后一个i-show,里面一个方法叫show,它是抽象的方法,里面没有实作,那因为interface呢,这个i-show,它继承的上面两个,i-ary跟i-show,这两个把它继承过来,然后它本身有一个,这个叫perimeter,就是它的周长,然后呢,所以这里面的话,如果将来我们一个class,class是cycle,继承这个实作, 如果什么,i-show,i-show,继承了它之后的话,那相对怎么样呢,它要实作几个方法,三个方法,因为有这个,这个,这三个方法一定要实作,所以一样嘛,如果说你将来这三个方法没有自己key上去的话,我讲过嘛,你如果没有key上去,那你会发现,你可以先把里面的这些成余变数先加上去,跟建座者加上去,那方法有几个,其实你可以不用去,去里面, 你可以怎么样呢,有没有要放在这上面,新增位实作方法,它就会自动自动侦测到有三个方法你要实作,这一招我觉得比较厉害,就是将来你根本不需要再去看一下,里面到底,你可以本身会自动帮你侦测,因为它会知道说,这个是它本身,你实作的一定要,你实作这个i-show,所以一定会有,它继承的这两个,所以它又会有两个,两个这个方法要实作, 那再来的话,你就把里面的方法,程式码再把它key上去,所以这里的话呢,我分别把这三个实作,那实作的部分的话呢,分别就是原面积,原周长,等等讯息,然后呢,接下来就是把这三个把它print了出去,所以最后看到的结果的话,就是我执行出来, 就会分别把原面积,原周长,跟原心的xy跟半径把它输出,所以这个范例很简单,主要就是怎么样,了解多个界面的继承的关系,所以这边的话,我想各位试试看,这个地方的话,主要是了解这个继承,这个界面的多重继承的部分,我想这部分可以先再试试看,这个五支三, 十二的部分哦